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那我叫Ferry 我现在在LINE福刚工作 那在座各位是都开发Android的吗 还是都是Java Engineer 这边有做Android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哦 所以还大概一半的人 那有用过Cotlin的人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哦 很好 那就大部分人其实没有用过 那这样太好 那我希望今天分享完之后 你们就开始去试用Cotlin 你们会发现跟 就是在Android开发上 你们会发现另外 就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现在本身在LINE福刚这边工作 那我现在目前做的Project是Android相关的 那在我做Android之前 我刚到LINE的时候 我其实是做Backend Engineer 那只是因为我们福刚这边比较特殊 比如我们Engineer 比较没有特别分Foundend或Backend 就基本上哪个Project缺什么人 我们就会去 比方说你可能本身是做Android的 可是如果IOS缺人 你可能会被拉去做IOS 那如果你可能做IOS 也可能去做Android 因为我们那边常常讲 然后如果你可能做Backend 也可能做IOS或做Android 就大家这样换来换去 会让你在各种不同的领域 都会有一些实作的经验 来就是顺便提升Engineer的程度 那我今天的Agenda 那主要第一个会介绍 我们最近出了一个Project 叫做LINE Creator Studio 那这个Project本身是用Cotlin开发 那也是LINE目前里面 第一个存Cotlin开发的Android App 然后那接下来我会介绍说 就是如果你在Cotlin 跟Java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最后的话我会大概讲一下说 我们这个Project的开发的一些细节 然后分享给大家 OK那LINE Creator Studio 这个本身这个App呢 那最近9月 应该9月中的时候 台湾也有上架了 它叫做LINE平帖吧 中文名称我不是很确定的 对啊 如果等一下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 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可以让你就是用你的手机去 然后去从你的照片去建立你属于 自己的贴图 然后把这些贴图 发到我们LINE的贴图商店去贩卖 那我们所以我们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希望说可以让手机 就是怎么从照片 转成贴图的这个功能 希望是在手机上做得很简单 让使用者很好操作 然后也是 那我们当初开发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Project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一些以前的包袱 那时候就跟同事讨论一下之后 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因为那时候刚好去年 大概去年 去年十月底的时候 我们开始讨论这个Project 然后就跟刚刚那时候Cortly 已经开始算已经蛮popular的 然后我们就跟同事讨论一下说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Project 可以试着用Cortly來开发 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就决定用Cortly 来开发这个Project 那得到成果也还不错 那接下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demo的影片 大概知道说这个App的主要的一些功能 那主要我们是可以让 从手机里面Gallery去选你的图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你要截取的一个区域的范围 然后选完之后我们可以再让使用者去微调 微调这些细节 让你的最后的成果会接近你所想要截出来的那个样子 我们就跟他说其实你可以很轻松的 也可以结出一些比较不规则的一个形状的图出来 那我们就是最近我们把这部分的功能 我们把它open source出来 那现在Github上面我们有一个project叫clare 那clare就是 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UIA的部分open source出来 就如果大家其实有兴趣的话 或是说对你project有用处的话 你们可以去试着 可以试着来下载 然后甚至如果你们有什么feedback的话 也欢迎直接feedback给我们 那我们在这个project里面呢 我们也用了一些thirdparty的library 那这些library的大部分其实都是java的 那也就是因为Cotlin它本身相容java的关系 那我们在UI的部分我们用encore这个library 那我后面会详细讲这encore的东西 那encore本身是一个Cotlin的library 那在network的部分应该就是蛮popular 就是用redo3加okhdv3 然后database的部分我们是用run 当作我们的database 然后那在 再次relatedprogram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用rxjava1 那为什么用rxjava1而不是用rxjava2的 那是因为rim它的那时候support的interface 它只supportrxjava1 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用rxjava2 那最近run它们已经有update到rxjava2了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project 开始在把rxjava1的东西升级到rxjava2 然后那在di的部分我们也是用dagger2 然后在测试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用google提供的expresso 然后跟mojitoCotlin的extension去做 然后在debug的部分 我们是用leaguecanner去侦测memory leak 然后用timber去做log的输出 然后在 因为我们刚刚我们前面看到那个部分 只是截图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这app里面还有提供一些 就是image的一些处理 比方说你就是加一些filter 然后就是加其他一些文字 然后甚至画图的功能 那我们这部分 因为那时候我们时间比较赶 我们是用suparty的一个library 叫做 它发音应该叫做imagely吧 对啊那这个发音其实 连外国人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发音 我们说还特别去问原厂的人说 你们这到底正确的发音是什么 对 那本身这个library它不是免费的 是我们有付license fee给他们 所以我们才能使用在我们的project里面 OK 那我们当初会决定用cotlin 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cotlin它强调说它是百分之百相容java 那也就是说你用cotlin的话 你要使用一些ster party的library 本身是用java写的话 不会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是cotlin它本身语言设计上 它是neural safety 就是当时如果你是做java 你是开发java application的时候 你应该会蛮常遇到一些neural point exception的问题 那如果其实你用cotlin开发的话 其实你可以大幅避免这些问题 因为它会在compile time的时候 然后就帮你检查出来说哪一些其实会发生怒恶的可能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在android上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应该说在java 8之后 有support lambda这功能 那本身londa这功能其实是还蛮好用 对你的整个design上面有很大的帮助 那因为android 因为android我们要support 比较久以前的平台 那比较久以前的平台的话 我们这一些java 8的功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使用 必须还是配上java 6上面去开发 那因为本身cotlin的设计是 你在java 它是应该说它java 6之后都可以用londa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有再用londa之类的library的话 其实你用cotlin的话你就不需要用这东西 对啊 那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没有人会cotlin 我想说哎好啊 那我正继做这个pudget的时候 顺便学一下 对啊 那就主要是这四个原因 那我们用了cotlin之后呢 对我们这个pudget有带来一些哪些帮助呢 那第一个的话是 对我们的那个productivity有很大的帮助 那怎么说呢 我们其实做这个pudget 我们有iOS跟Android版 那我们的Android版 其实我们的人比较少 大概是iOS平台的三分之二 就基本上就是iOS三个人 我们两个人 那我们Android的pudget 開始kick off时间比iOS晚一个月 因为在 因为我们这个pudget一开始是在日本lunch的 那在日本的话 iOS的user其实是占大多数 所以Android在日本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当初这个pudget开始的时候 是iOS平台上先开发 对啊 那但是我们最后release的时间呢 我们是跟iOS同时间release 所以也就代表说 我们用了比较少的人 然后比较短的时间 然后可是我们跟iOS同个时间 正式release出去 对啊 这里主要是因为cotlin 它的一些设计上 就是让我们 在开发上面 减少我们很大的一些 做白工的情形 对啊 那第二个好处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Normal Point Session 发生的几率大幅的降低 那我们这次发觉 总共会发生过的Normal Point Session 是只有一次 对啊 那各位大概 有没有可以大概想看看说 有什么情形下 就是会发生Normal Point Session 就在用cotlin的时候 对啊 你们会想说有什么情形 是complain time 还没办法帮你检查到的 对啊 如果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答对的话 我都说等一下送你们LINE的铁图 就是付费版本 然后日本买得到的 我就可以送你们一份 对啊 没有人要试一下吗 对LiveCycle 嗯 不是 诶 用SupplyLibrary 其实也不是 用SupplyLibrary 就不是 跟Crash 其实跟你没有关 对 我说这个Case是 是你的程式Crash 但是又是因为是Normal Point Session Refresh 诶 谁讲Refresh的 那好 等一下 这是正确的答案 那我等一下会讲说 什么情形下会有 这个Case 那等一下结束的时候 我们加个Line的好语 我都要送你贴图 对啊 你可以 你可以现在开始找一下 哪个贴图你喜欢的 对 好 那 第三个好处是 就是我们开 就是在UI Performance上 就是 就是提升很多 那我们主要原因是 我们 我们的UI上面完全 就是用 就是完全没有SML 就是完全用Code去写 那我们就是用了 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Anchle Library 那本身是一套 做UI的一个Library 然后是用Code 寫的 那我之后也再会讲一下说 它的 它的一些特性 那我们大概 就是比较了一下 我们用了这个Anchle 去做UI的话 大概Performance 最高提升大概四倍 就是如果你在很low-end的 device上的话 它的最高可以到四倍 那比较好的 在一般比较新的device上 其实 进步大概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就是大概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那原则上它的Performance 一定是比你用XML好很多 而且在你UI 越复杂的情形下 它带来的好处会更多 那最后一个好处是 就是我们写的 可会变得非常好maintain 那我们这个project呢 我们本身的整个用Code 写的我们总行数 大概才两万四千多行而已 那我们现在包含 Network就是跟Background的沟通 然后Data Model的设计 然后我们还有做好几种Custom的UI 就刚刚前面讲 我们有一个Open Source Library 那是UI Library 也包含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Line本身内部 内部用的SDK的东西 那这些就是拉力拉扎加起来 差不多只有两万多行而已 然后那我们里面呢 就是这两万多行里面 我们就是单一File里面最大行数 是只有540一行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档案 基本上都差不多500多行以内 所以对Maintain来说 其实你就不用看 一大一个很大很盆大的Code 那对Maintain来说的话 其实是蛮有帮助的 那不过我们总共的CodingFile 大概是300多个 对那就是 这档案的数量应该跟一般正常 中型Pudget应该差不多 对那只是说我们每个Pudget 我们都设计的 就是里面的架构设计的很精简 所以我们行数可以控制的很少 OK那这个Pudget大概介绍到这边 那我接下来讲一下说Coding跟Java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Coding本身就是它跟Java有什么多出来 跟Java一些不一样的特性的 那第一个就是它support neural safety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Coding support 一个叫做Data class的一个东西 那第三个还有Coding support extension 然后还有Smartcast 然后Street template 那我接下来就会一个一个讲解这些特性 那Coding的新的特性不只有这些 那我列这些是在我们这个Pudget里面 实际有用到的 我把它列出来 那如果你们就是对这个Coding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它的官方文件 它有列出全部跟Java不一样的地方 对那不只是包含这部分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NuorSafe的部分 那基本上它的 它就是在Complight看 会帮你检查 你的这个变数是不是有那么的可能 那它的悬高方式就是在你的 你的这个Coding Sname后面加一个问号 但如果你有写过Swift的话 基本上它的语法跟Swift的英文一样 对啊 然后呢 假设说你今天 你如果后面不加问号的话 就代表说你这个变数不会是Nuor 所以当你今天如果说 你设定一个output 它不是Nuor的时候 你塞Nuor给它 你就可以compile的时候就会Fail 你这个程式就会比不过 然后呢 但是 因为它是compile碳检查的 但也代表说你 你如果是在Reflection的时候 你去把这变数塞Nuor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然后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我们发生那一次Nuor point exception就是 我们在处理Json file 所以我们用GISEN去做 然后呢 那就是我们的Baggen Team 跟我们讲好的资料结构 他们就是有定好一些资料结构 就他们自己没有follow 然后就害我们出包了 然后就让我们的程式溃虚掉 对啊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这问题之后 我们就调整一下我们的设计 对啊 就是他们讲的东西 我们就再也不相信了 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当作是可能会回传 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回传 都会是Nuor来处理 对 就可以避掉这个问题 然后呢 那第二个就是他 第二个我觉得是蛮 蛮不错的一个功能 就是Data Class 就如果 你一般我们写Java 会宣告一些就是 就是Pojo 就是一些就是单纯的资料结构 那你们可能会直接用手刻 就很麻烦 你要写什么Gator Set 一大堆 然后或是你用一些 annotation的方式 让annotation的那个 library去帮你券出来 那在Corting的话 他本身就有提供这功能 那他只要宣告你这开始 前面加一个Data 然后你就 就宣告这样一行就解决了 然后Compiler 会帮你把你的Gator Set 然后还有你的E-Course 就是Hashcode 这些东西 就是Compiler 帮你券出来 你就不用去烦恼这一些 所以如果你要宣告一些 就是Data Model 东西的话 其实就写起来就很简单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Extension 那Extension的话 那主要就是 应该想说 如果你在Java 你要去扩充一个class的话 你必须要去继承这个class 然后才能去加一些function 给它 那Corting的话 它允许你说你对一个 已存在的class 直接去扩展它的function 那以我们这个case 来说的话 就是Android来说 就是Context是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物件 那我们其实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些 就是想要对Context做一些extend的话 那以Corting的语法来说 就是Context的class 后面加一个点号 然后再加你的method name 就宣告说 这个getResourceID from attribute 这个function 是一个context的一个extension 然后你实际上你在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 如果有一个context物件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 把它当作是它里面的一个方权去使用 那这样对你的设计上来说 你就不需要 为了只是加一些 额外的方权去继承一些 不必要的class 那smart case的话 应该就说 这其实应该是它compile的功能 就是它如果发现说 你今天 因为你在Java 常常会什么extension off 然后什么东西之后 你还要再去做一次转型 然后有时候 那个其实就觉得很阿杂 很麻烦 那Corting的话 他们就是就想到这一点 就是它如果发现说 你今天你某一个变数 假如说我们以这个case 我们在我们的project面 我们有另外 额外做一个叫做 chooseable的recycle view 它是寄成recycle view 那我们今天在recycle view的那个 的callback里面 如果回传进来 我们检查说 它这个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chooseable recycle view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这个recycle view 转型成为chooseable recycle view 你就不用自己再去额外去做 宣告转型的动作 好 那接下来一个是stream template 那stream template的话 它这个功能主要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变数 直接塞到你的stream裡面 那相信在android开发的时候 一定会常常写log 那写log的时候 你就会印很多很多的变数 那通常大部分的情形 你可能就会是 啊 这什么 像这下面这个case 你可能就是用力 对很多加号 把这些东西加起来 那老实讲 这个在maintain上 来说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好maintain 就如果你自己 如果这个call 是你自己写的 其实可能就 你可能会觉得 就还好 可是如果别人来看的时候 想说我靠这什么东西 对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 那可以 所以counter 它的设计上就是 你可以允许在stream裡面 你就直接把这变数塞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 对你maintain上来说的话 你就是比较更容易看得 就是看得懂 对啊 像你这个 这就有两个比较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正常来讲 你们可能一看到上面这个 你大概就知道是在做什么 可能看到下面这个 你想说 到时候你这个加来加去 会不会字串还加错什么的 然后还少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singleton 那singleton 其实它比较像像 design pattern 那可是因为counterly 里面它设计的一个方式 是你宣告一个 object的一个 关键字 然后宣告出来的 这个class 它自动会帮你 建singleton object出来 你就不用再自己去 实作singleton的那些什么gay instance 的那些pattern 对啊 那 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主要是 我们当初一开始也有这样做 但是呢 我们后来发现singleton 其实老实讲 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因为它是跟一个global variable 用起来其实差不多 那对架构上设计来说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就是code 可能会绑太 就是两个不同的module 可能会因为 共同使用这个singleton 会绑在一起的问题 那后来我们都把singleton的东西 我们都是用 用那个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方式 把它处理掉 我们后来就把 全部把singleton 从我们code里面拔掉了 对啊 那所以我说 建议如果 绝非必要的时候 还是不要用singleton好 可是如果你用singleton的话 corting还蛮方便的 你就也不用考虑 什么multi3的一些问题 好 那最后一个 我们用到的功能 它叫做function in fixed notation 那这个 它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一个extension 那你如果前面加个in fixed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呼叫的时候 把就是 你的那个函数 应该说 你这个函式的呼叫方式 就可以写的 比较像是写数学公式这样子 就刚刚我们做的case 就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两个点相 相量相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是point1 add point2 然后等于point3 这样子 就至少在阅读上来说的话 会比较清晰好懂 如果正常来讲的话 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是point1 然后点add 然后括号里面再point2 这样子 那这阅读上跟 跟你这种 直接像 就是写数学公式的方式 比起来的话 那这种的话 就是对阅读来说的话 会比较有帮助 那我们就是也在 我们的pudget里面 用到很多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 刚刚我们一开始有看到 我们就是 涂在那个微调的时候 那那个其实 我们就是 里面其实做很多数学运算 就算那个曲线的弧度 那我们就是用很多这种 就是向量的东西去做 好那有一些就是java跟kotlin 都有的一些功能 但是呢 在kotlin里面 它的本身的性质跟java不一样 那第一个就是 在kotlin来说 它预设你的class都是final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继承class的话 你要另外再加一个open的 关键字去宣告 不然的话你不能直接继承 然后呢 在第二个的话就是 native class的话 在kotlin里面 预设是static 然后在java的话预设不是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kotlin里面 你要宣告一个 不是static的native class的话 你也要另外 另外用其他关键字去宣告 那第三个的话 第三个就是check exception 就是在 应该说java的话 如果你写java 然后有需要去catch check exception的话 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 java compiler会提醒你 就是会builderror 但是kotlin的话 本身并不会 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 我看他们的设计的 当初设计kotlin的那些人 就他们有讲到说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他们是觉得说 你什么就是 这种check exception 你要去catch的话 他们觉得说 做这件事其实是很 就是对架构来说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 他们的讲法 其实我是有点 我是基本上 我不是很赞成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开发的话 我们不可能所有的library 都是自己做的 我们一定会用很多 third party library 那我们在实际上 那像比方说 如果你这样处理 IO exception的东西 老实讲 你平常在测试的时候 可能不见得会 很容易遇到 IO exception的东西 但如果你用了某个 third party的function 它实际上 会丢IO exception出来的话 你在用kotlin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会注意到说 其实你呼叫的 的这个library 它会丢IO exception 然后也就是说 让真的IO exception 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啊我们这一段code 可能其实要trick edge 包起来另外处理 那我觉得 就我觉得kotlin 它大部分的设计都很好 都比Jaba好 就是唯独这一点 我觉得我个人 我个人是觉得它没有 我觉得还是Jaba 原来的方式比较好 就有error的话 应该是要让 你可以在compile time 的时候先处理掉 而不是在run time 的时候才发生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error 都很容易在run time 的时候发生 好那讲到这边 就是大家有没有对kotlin 有一点感觉了 好吧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 好 没关系 那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说 我们就是这个creator studio 我们的里面的一些实作的细节 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当初在开发这个project的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有先跟同事讨论 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那其实讨论老实讲也不是 就是只有两个人 只有跟另外一个 一个韩国人 我们就一开始在讨论说 我们要做project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做的时候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程式是 很好maintain的 然后可以很容易写测试 那另外的话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里面的一些模组 尽量的都是都独立的 就不要会有些东西都 帮食在一起 不要变得很很难 很难去去 就很容易牵翼法动全身这样 那最后目标 我们希望说我们开发出来是 performance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毕竟 你是开发android 然后那android 就是它的device 就是各式各样 那更何况有一些 就很多还是有很多low-end的device 在市面上 然后甚至上有些日本也有一些 就是大概android 4.1 左右的device都还有人在用 那所以说就是high performance 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那我们后来我们讨论出来 大概讨论出来我们的solution 大概有 就是决定用coding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花点时间设计一下 然后我们就大概整理出来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第一个的话我们是 就是把activity跟flagment这东西 我们把它当做是controller 就是presenter 或者你也可以说presenter 就一般现在android 讲什么mvc啊 然后mvp或mvvm的东西的文章很多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activity 应该是属于view的部分 那我们就我们讨论的结果 其实我们觉得应该要把activity 当做是一个presenter 比较合理啦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一定说谁对谁错 就是大家讲好就好 那flagment很比较例外啦 flagment本身是一个viewgroup 在本身是一个frame layout 那其他角色比较像是view 但是google不知道为什么把它设计的 跟activity的life cycle设计的很像 就是基本上flagment是一个特例啦 那我觉得flagment其实设计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用 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决定采用Ankle这个library 那使用Ankle的话 我们就变成我们所有的view 就是完全都是用程式去写 然后我们就不要 就没有再另外写sml forview 那我们还是有用sml 可是我们sml是用在 定在定string 然后定一些dimension 定color的部分 我们还是用sml去定 然后还有define那个style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我们用了很多的extension 然后lambda 然后delegation的东西去减少整个架构的coupling 好 那简单来讲呢 我们这个app 它大概可以分成四个layer 然后 红色部分 下面就是data跟network的部分 那我想 就data就是用ROM这个database 然后network的话 就用Ratural feed加okhtb3 那我相信这部分其实 老实讲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大家可能做 应该也是这样做 然后呢 我们蓝色的部分就是presentation层的话 我们是就是activity跟frigment 部分是写在这边 然后我们的view的话 就是用encore做的UI layout 然后加我们的一些customview 好 那我们在network层的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大部分就是著重在RxJava 加Ratural feed加gson 的integration上面 那这部分其实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讲太深入 好 那data的部分我们也是 也是主要就是用RxJava 然后那 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把interface跟implementation 在这一层里面去做分开 那原因的话 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 因为Cotlin它本身的那个class 预设是不能继承的 所以你在用那个Mokito去做test的时候 会有问题 那当然像Mokito2的话 它有一些方式可以避掉这个问题 那我们后来大概也是想了一下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把interface跟implementation分开 这样如果我们单纯是interface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 就用Mokito上面的话就不会有 就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所有的就是dependency的话 我们就是用data去把这些dependency inject进去 然后就是把所有的那个singleton部分都拿掉 好 那我们 所以说我们所有跟就是data model处理的部分的话 就我们 里面实作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function 就是另外写成interface 然后呢 实际上你再去写个另外class 去implement这个interface 然后去把它实作出来 那所以说你如果在测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mark这个interface 然后产生你要的结果 而不会有一些 就是不会有 额外要处理一些东西 好 那在我们的UI设计上面的话 我们应该严格来说 应该算是那种MVP的方式 对啊 那 当然我学什么 是不是MVVM或MVP 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那个区分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 大致上是差不多啦 就是一些比较 有没有什么加上 有什么 做一些data binding的极致 那我觉得那个 其实对整体架构来说 其实应该差不多 那我们就 就刚刚前面提到 我们就是在presenter部分 我们是都做在activity 跟frigment这一层 那我们的data model的部分 就是粉红色的部分 就是data跟network的部分 就是写在model这一层 然后view的话就是用anchor 去做出来的view 好 那接下来就要跟各位 介绍一下anchor 这是什么东西 那anchor的话 本身就是jbrand 就是实际上Cotlin 开发的这家公司 他们为了Android的UIA UIA上面另外建立了一套library 那它本身是DSL-based的UI layout 那我后面会给你们一些 会给你们一些范例 然后呢 那它anchor 它在设计上来说 就是可以让你去扩充 就如果 因为本身 因为应该说jbrand 它本身不是Google 就Android 不是Android原生的开发者 所以今天如果你Google 新加了一些 在support library 裡面新加了一些 原件进来的话 那如果你要去使用的话 本身anchor 可能那时候 并没有提供 可是它 就是它的设计机器 来说的话 假设说今天 比方说最近 support library 有constrained layout 那当初anchor 推出的时候 其实没有support constrained layout 那到现在其实它们正式的 release裡面也还没有 可是如果你要在裡面 使用constrained layout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把相关的部分 加到你的call裡面 就可以把它套进它 这个整个的firmwork裡面 那anchor它不只是只有 对UI开发有帮助 那它本身还提供了一些 一些help library 比方说像synchronized的一些操作 然后还有像一些synchronized server的一些操作 会让你更容易去开发 这部分的功能 那使用anchor的话 当然有一些缺点 那第一个缺点的话 就刚刚有提到 就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新的component 就Google如果今天 新加了一个component的话 你只要自己手动的去 寫synchron出来 把它加到你的程式裡面 然后那另外一个 第二个缺点就是 当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因为anchor本身它其实 有提供一个preview的tool 就像Android Studio 你在做XML UI的layout的时候 它有一个preview的tool 可以让你直接看出来 那anchor它其实本来也有提供 但是它那个preview tool 很不巧的只有在 Android Studio 2.1的时候 可以work 然后那时候我们开发的时候 好像已经是2.2了 还是2.3 有点忘记了 然后觉得它的preview tool 其实基本上是不work的 对啊 那我们一直到我们的程式 推出的时候 其实它是preview tool 都还不ok 那它现在新的 因为他们现在cortling 因为Google正式support cortling 就他们好像 有在Android 3.0之后 应该会把 就Android 3.0正式推出之后 应该会把这个部分修好 那至于什么 会不会真的修好 其实我也不确定 就是把它当作 没有preview tool的这件事 然后呢 那另外的话就是 因为你用Anchor的话本身 你必须要对Android 一些review里面的一些 运作细节 你可能必须要 大概有 有一点概念 你才有办法去使用 比方说你可能有一些 像support library的里面一些 一些UI UI view 那它有一些属性是APP开头的 额外的属性 不是Android原生的属性的话 你本身在sml里面 你可以直接写APP 然后帽号后面加某个属性 然后那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可是如果你是用 你是用Anchor的话 你要自己找的 你要自己有办法找出来 它那个 当初那个属性 在这个view里面 是什么设进去的 你必须要用 自己用程式码去写 这件事情 就是它没有像 你用sml的话可以很简单 其实Forever可能很多事情 帮你做掉 那如果你用Anchor的话 变成说 你就要自己了解 里面的这些细节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可以 可以使用上来说 比较没有 没有什么障碍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说这是Anchor的一个 一个范例 那 在我们 我们的这个 project里面 我们所有的UI code 我们都是 某个名声 跟后面加个UI 然后呢 那 继承一个ample component 那Anchor component就是 Anchor里面 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元件 然后你只要去 implement这个 createView 的这个interface 然后最后把这个view 产生的return回去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它 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 Anchor是一个 DSL-like的语法 那它本身的设计 就跟你用Gradle很像 那就它建立UI的方式 你就可以 比方说我们这case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fragment的一个container 我们就最外层就是一个 framework layout 然后它用 两个帽号包起来中间 你就可以设定属性 然后如果你要 里面再塞 它的子layout呢 你就可以里面 再加一个linear layout 然后也是括号 然后里面再加button 就跟你写 就像跟你写Gradle 语法是非常接近的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你的UI 那基本上这个架构 其实跟你写XML 老实讲 其实没有差多少 只是说一个 一个是用tag 然后一个是用类似 用程式语言的方式去做 然后唯一的差别是 你在设定属性的话 它并没有像XML里面 这么的简单 因为这边fragment 会帮你做的事 你没办法在这边直接做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实际的里面 程式码的片段 那我们就是会把 我们的UI 就会写成像这样的方式 那当以前 应该说以前 我们如果用XML 写UI的话 那大家一定会 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 FindView by ID 额外去 在你的Activity 或是其他地方 你要把这个View 找出来 但是如果你其实 你用Ankle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完全 省掉这件事 就你可以直接 假设你今天你要 用一个image button 你就在这个 在这个class裡面 先宣告好这个image button 然后你在建立的时候 你在建立的时候 你就其实就把 你这个image button 直接额塞给他 这样就好了 那你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用 这个image button 这样你就可以省掉很多 FindView by ID的动作 那这部分也是 对Performance 有一些提升 因为你这样 就省掉 你去找整个view 去旅入这个 UI tree的时间 再加上去 Pass XML的时间 这也是说 为什么你用Ankle的話 其实对你的 Performance來說 是提升的 好那 你如果用Ankle 做出来一个view 那你这时候 你要怎么把它 塞到你的activity 或是 或是你的fragment裡面呢 那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 你如果是activity裡面的話 其实你就 一样就是 setContentView 然后把这个 UI裡面产生出来的view 直接塞给activity 这样就好了 那这部分 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 那用Ankle的好处呢 那对设计上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 对我们觉得最大好处是 我们可以把一些使用者的interaction 然后跟layout 我们其实就可以全部写在同一份code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Android原本的方法的话 你就是要另外define一个sml的UI layout 然后另外就是你这些UI layout的操作 一些什么unclick 跟一些逻辑 你要另外写在其他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用Ankle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部分 就是layout跟就是unclick 那些event的部分 其实写在同一个地方 那maintain起來 会变得比较容易 然后那layout的产生的话 其实就变得很弹性 甚至呢 比方说我们可以就是 我先跳到前面一下 甚至我们这case 我们在create这个UI的时候 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是不是要不要show一个tool tip 就可以 我们甚至可以在create create这个UI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决定说 哪些UI要出现 哪些UI不用出现 而不是可能 你要塞一个viewstop 然后等之后真正要用的时候 你再把这个viewstop 给实现出来 我还想说是我们电脑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就再也不用去inflate HTML 然后也不用call 5view by ID 那基本上这个对你的app的launch time 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那我们也讲到说 我们在程式开发 我们这个project里面用了很多extension加浪达的部分 那extension的部分 我们就讲说 我们就变得我们 常常我们可能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activity或是frigment 里面 我们可能会另外 另外在应该怎么讲 我们常常写call 6 我们会常用什么 什么based 什么activity 或是什么based 什么fragment 然后就会把一些 跟我们这project相关的逻辑 共有的逻辑 然后另外再extend出来成另外一个subclass 那如果以call 10的做法 我们其实就可以 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extension出来 那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去继承这些东西 那会让整个的逻辑变得很干净 那以我们这个case 我们就 因为我们常常可能要需要切换frigment 那我们就把切换frigment的这个动作 写成一个activity的extension 那大概程式嘛 就是我们这个fragment 因为fragment本身 你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fragment 所以我们在这个参数里面 我们带了一个factory的lambda 就是让怎么产生这个fragment 是由call这个function的人来决定 然后呢 那我们写起来 我们就可以写的很简单 就我们在activity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fragment换掉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去写 然后就让我们整个的code 误极变成它的行数变得很少 那很容易 很容易了解在做什么 就把一些很多比较复杂的实作细节 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呢 那另外一个情形的话 像我们可能有时候 会需要去了解一些就是view layout 完成的时候 可能要去抓它的高度啊 宽度的时候 可能通常会用到一个 Global layout listener 的这个东西 那原来的 如果你本来用正常java写的话 你可能在activity或其他地方 你还是要去 去加这个 去加这个lambda 那 如果你用coting的话 其实你可以很简单 把它写成一个view的extension view的extension 然后把你要做的事情 包在这个init的lambda里面 然后就写起来就像这样子 然后呢 你在使用上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要在 这ungroup layout的动作里面 就是跟你的view包在一起 你就不用把它另外再写到其他地方去 就让这个整个相关的逻辑 你都可以把它串联在一起 就让你的程式码的逻辑看起来更容易 更清楚明白 对 那我们用到那个delegation 那delegation其实 基本上就是 展起来就是它其实就是把一些 就先要一个固定的 一个interface 然后呢 你在实际上 你在使用的时候啊 就比方说 你就可以 嗯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范例好了 那我们有一个 image source的这个 implement的这个class 那比方说我们有一个class A 跟class B 它们可能都需要用到 这个image source这个interface 但是这两个class 它实作上其实又一样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 我们这个共同的实作部分 把它抽出来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image source的 implement的这个class 然后呢 我们用delegate的方式 让你的activity A 跟activity B 把这些共同的操作 把它delegate到这个interface based source的这个input 里面去处理 那我们这样就等于是说 让我们把 尽量把这些code 重播的部分把它 把它减少掉 OK 然后呢 那最后下一个总结 就 基本上我们用corting的话 我们很容易可以写出 很好maintain的code 然后呢 那ancode本身 在android开发上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那跟原来google原生的方式 比较不一样 那我个人是还蛮推荐 用ancle去做android UI的 那假设说你如果今天是android开发者 你还没有用corting的话 那我会建议说你从现在开始 就去用 会帮你减少很多时间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然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 请说 测试 应该说 我们有用那个什么 Robolytic Robolytic 那基本上测试就不是什么问题 对 请说 呃 老实讲 对我来说 其实不是很大的困扰 因为google 就是现在android 它有那个instagram的功能 那其实如果instagram 虽然它常常常有问题 当它没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有帮助 对 其实你就靠instagram 就是你改完 欸 你们 就用instagram 它马上结果就出来 其实 默契没差 而且因为它本身 它的 就是它是 就是类似像gradle那种方式 那它其实也是那种 阶层式概念 跟你用ASML 其实差别不大 所以你大概脑中 你在implement说脑中 大概就可以 有一种那种 UI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你的脑中 对啊 我只能说就是 有一种feel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描述 就会 你就是自然有一种feel 你就写的时候 你就大概知道说 UI会长怎样 对 嗨 请说 嗯 对 做的更好的地方喔 基本上第一个啦 我觉得人多嘴杂啊 所以有时候人多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啊 就是 因为我们刚刚开发 其实我们两个人 所以它什么东西 其实很快决定 那iOS他们就 就 因为他们也是用 RX Swift去开发 然后呢 那刚好那个project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大神 然后他就把RX的东西 写得非常的虚幻 很魔幻就对了 然后导致于其他另外的人 就是 不是很了解他的思维 然后我们一开始 在这个架构设计 他们其实讨论了很多时间 对啊 那就是 除了那个大神之外的其他人 要改一些东西 都要再去跟那个大神 讨论一下 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对啊 那因为我们coating 因为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大神 所以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尽量写的 让对方看得懂 的这样的心态去做 然后我们在开发上 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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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勇悦 好 一起 应该说开始之前 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星期 就实际上 开始写call之前 花了一个星期去研究Cotlin的一些特性 然后跟 就是看一些 有没有人 就是看一些人家写好的library 去看一下source code 然后实际上 这中文说的当然是 边做边学啊 那 老实际上学习期啊 其实你本来熟Java的话 其实学起来很快 对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感觉上有学习上 遇到困难 对啊 那甚至基本上 我们用了三个月之后啊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还好我们有用coating开发 就要我们再用Java开发 我们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对 然后我们现在 像我们其他一些旧的project 我们是 新的code 我们都慢慢都用 都用coating去做 尽量把Java淘汰掉 那我们再谢谢 我们Freddy的分享 谢谢 谢谢